哈喽大家好 我是家爱 最近有粉丝 那我去挑战一下速读 说最高难度我肯定解不出来 这我就不乐意了 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 结果换来的却是不信任 不装了 我摊牌了 以前数学我经常考100分 不过试卷满分150 你们以前玩的都是用这样的纸吧 我就不一样了 还搞了专门的道具 这个是游戏棋盘 可以放入这个题卡 然后用这些数字 把这些空白全部填满 还有一本解答说明 不过我不需要 除非我真的解不开 现在数字是已经全部排好了 至于红黑数字为什么不一样多 可能是单纯的为了 不让强步证好过吧 反正总共每个数字都是10个 这样总没错吧 原来这是双面的 好了 已经全部调过来了 我们还是用红色 因为它的题卡是黑色 这样比较好区分 这个棋盘它是有两面的 反面还可以玩4公格和6公格 玩法是一样的 只是用的数字会比较少 会比较简单 我们还是直接来玩9公格 总共是有50张题卡 从1到100题 不知是否数字越大 它越难 为了验证这种情况 我们就只取1和100两题来玩好了 放入题卡 压上棋盘 可能有些人没玩过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规则 这是一个9横9竖的棋盘 填满之后 我们要保证 每一横每一竖里面 都有1到9 不同的9个数字 并且保证 9个9公格 也是1到9不重复 解题开始 先看这个9公格 那么它只缺少1 2 6 9 你看这里 1 2 6这条线都有了 那么这里就一定是9 这里放一个9 继续 这里还剩下1 2 6 但是你看这里有一个1 所以这两个都不能是1 那1只能放这里 这条线有6 所以这里只能是2 这个是6 没错吧 顺着这条线往下推 你看这里有1 2 4 6 7 9 所以它还差3 5 8 这里不能是8 这里也不能是8 所以8只能在这里 然后这里有3 所以这里放5 最后3只能放这里了 这个9公格差2 4 5 6 这里有4 这里有4 所以4只能放这里 然后还有256 这条线有2 所以2不能放这两个位置 只能放这里 这条线有6 所以这里只能放5 6放这里 这条线差3和9 这里有3 所以这里放9 上面放3 这条线差1和8 这里有8 所以这里放1 下面放8 到这一步 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9公格 检查一下 没问题吧 剩下这6个就非常好推了 我们加快一下速度 搞定了 这道题感觉很简单 每一步都不用去假设 都能推得出来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100题会不会难一点 确认题卡放入 盖上 那我先来思考一下 找一个突破口 这一题确实变难了很多 你看 一排都只有3个 3个 2个 2个 2个数字 最多也只有4个 而这个第一题你看 都是5个数字 4个数字 5个数字 最少都是3个 所以这次我们改变思路 找相同的数字 看一下哪个数字最多 1 2 3 4 好像5最多 有4个 那我们就先把5搞定 我们注意5交叉的地方 看这一行 这里有个5 那么这3个不能是5了 这里有一个5 那么这2个也不能是5 这九宫格就只剩下这最后一个位置 那么它一定是5 接着看这个九宫格 这条线这里有5 这条线这里也有5 那么这个也是一定是5 继续找5交叉的地方 看这个九宫格 这里有5 这两个不能是5 这里有5 这两个不能是 这里有 这两个也不能是 那么就只剩下这一个了 只要有排除法就能找到它 继续看中间这个九宫格 这个 这两个不能是 这里有一个 这两个不能是 这里还有一个 所以它也不是 最后也只剩下这一个 这个九宫格内 这两个不是 这里有一个5 这两个不是 那么只剩下这两个吧 这里有一个5 它也不是 最后还是排除得到 这里是5 5已经全部搞定了 接下来我们再找一个比较多的数字 1 2 3 4 8也是4个 那么就弄8吧 看这个九宫格内 这一列有一个8 所以这三个都不是 这里有一个 这也不是 那么就只剩下这一个 还是用排除法 看第一个九宫格 这一行有8 这一行有8 那么这两个都可能是8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放两个黑色的 这代表不确定 前三行都找出来之后 我们再找第四行 看这里 这里有一个8 那么这三个都不是 这里有一个8 那么这两个也不是 就只剩下这两个位置 还是一样的放两个黑色 代表不确定 继续往下看 第五行 第六行都有8 第七行 只有两个数字太少了 第八行有8 那么我们先来看 最后一行 这一列 这里有8 这一列 这里有8 然后这个九宫格内 这里有个8 这三个都不是 那么只有这个是8 没错吧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反推了 这个是8 那么这个就一定不是 这个是8 同样的 这个是8之后 这个就不能是8 这里是8 那么就只剩下第七行 没有8了 这里有 这里有 这三列都有 这三个都不是 这里有一个8 这三个也不是 那么只能看这里 这里有一个8 所以只能是这里 还有一个8 到这里 九个8 也全部找出来了 我们继续找 数量比较多的数字 一二三四 九也是四个 那么弄九 剩下的每一个数字 都只有两个了 应该到了最难的时候 我们就按顺序开始吧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到这个地步 竟然还推不出来 这个角可能是3和7 这里可能是3和4 我就先随便放 这两个还有可能是4 这两个可能是3和7 这里可能是4和6 现在就是2、3、4、6、7 没有办法完全推倒出来 我只能拆了 我就拆这里是3吧 那这个7就可以给它拿掉 这里是3的话 那这里就是2 这个2给它拿掉 这个2也拿掉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3 这个换成7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6 下面就是一个4 这里就是6 这里换成4 然后把它对过来 这里是3 这里是4 没错吧 最后一步 就是一个二选一的过程 如果你换成7的话 推算出来就是错误的 推了有4个小时 主要是最后 我不知道要拆 一直在那想 就想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发现 实在是推不出来 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截头去试试 把这个黑色的全部拿掉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白了白